TESLA的摩托叶 就真的很可爱 当时我也是被这个小糯米蒙到了 停车的时候不是非常的方便 当时的预算的话差不多就是一百万以内 就觉得可以去考虑一下 考虑了TESLA的摩托叶 然后还有那辆保湿节的电车 我选择的ES8 其实主要还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外观的颜色 我选的是星空灰 最直接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小糯米 它真的非常可爱 就一下子戳到我的内心 除了国家补贴好像没有什么优惠 主要就是上下班的途中 然后节假日的游玩 途中上下班的话 加起来大概是40公里到50公里的样子 大概能开4天到5天 现在开了6000公里 因为现在是春天 我明显感觉到现在温度可能15-6度 有时候要达到20度左右 它的续航能力明显会比冬天的时候长那么一点点 最重要的是 优点的话就是关上了车窗很安静 就听音乐非常舒服 然后第二点呢 是因为它有一个小糯米 你要给它一个特写 小糯米就真的很可爱 嘿糯米 嘿 就真的门到我了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选的是一辆七座的ES8 就觉得它的空间很敞亮 风灶啊开灶都比较小 它的体速很快 就路上没有我的对手 跟女王专组 躺着怎么样都可以 缺点其实后来还真的没有什么 可能我唯一的一个槽点就是 这停车的时候不是非常的方便吧 油车和电车都有 油车的话一辆是奥迪的A5 然后一辆是异常 电车有是小鹏的 电车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很方便的 并不是像大家就是顾虑的那么多 充电不方便啊之类的问题 就油车的话会有一些迟钝 就我踩油门 就特别是等红灯的时候 停下来之后再去踩油门 就感觉就很慢 然后开了电车 就感觉它一寸就出去了 然后所以这也是导致我 开了电车之后 就再也不是很习惯去开油车的一个原因 去过南京和宁波 去南京的话 当时是换了电换满了再去的 没有充电可以直接到 然后到了南京再去找一个换电站 换完电就OK 宁波的话 当时 路上还是换了一次电的 如果仅从外观来看的话 因为我就是被它的外观吸引到 所以才买的 所以我外观上是给它5分的 配置的话 我觉得可以打到4.5 4.6吧 主场的话4分吧 配置的话4.8吧 未来的话 还有去买电车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为了好停车去一些商场啊 去一些市区 可能会去买辆小一点的车吧 最后一半的车 我找到了 深海维想 没服务 drive 场辆小六 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